这个欲擒先中 但是呢 作为刘海龙不能跟对方 进行这种拼打式的 有点发胖了 这个级别也增加了 现在场上的惨犯李世英 那么正在给运动员赌秒 李世英呢 是北体大的一个副教授 也是我们武术界的一个 年轻的博士 这个一方被赌秒 海龙呢 他这样连续的进攻对方 对 薄薄这样会打倒对方 第二次躲秒 对方又起来了 这个呢 场上的惨犯呢 看到这种情况呢 认为呢比赛的选手比较大 就要求 残犯长给予停止比赛 那么现在 能不能停止比赛呢 要看 查曼囡的决定 从刚才场上的 一顿的情况来看呢 对方已经失去了 比赛的能力 问问这个日方的意见 对 可以 继续比赛 对 刘海龙一下子小碎步就上来了 对 现在看着 前半场吹哨哨了 第一区结束了 这个比赛 进行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对 现在是刘海龙 现在刘海龙呢 现在从技术实力上都比对方强得多 你看 刚才 他用了台前道的一个技术水 动作 哦 很漂亮 刚才刘海龙那种推法 在现在 全国比赛当中 很难看得到这种 很少见 很少见 对 好 就这一记后手 打中了对方 这个刘海龙啊 这个几乎 把这个能用的技术都用上了 对 这就是不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对 今年九月份呢 在广州将继续进行 中国功夫和泰拳的这个比赛 对方的运动员 从这个 哎呦 这两个运动员都是 比较冲的 那么对方运动员 就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比赛的 这个节奏感 他这个 攻击的距离上 掌握的不是太好 嗯 这个刘海龙现在用陪法呢 是分散对方的这个注意力 对 刘海龙现在整个控制了 整个场上的比赛的节奏 他想打就打 来 这又一记 先入百拳 踢中对方了 后手 workplace connections 天然esc apoyo 我 有